。 今天晚上要進行的一個討論 就是關於轉型正義的議題 我們現在台灣社會面臨的一個狀態 很多人都會提到轉型正義沒有執行 轉型正義沒有落實 那可是事实上 长期以来我们对转型正义的认识 很多人只停留在转型正义这四个字 在座有人可以分享一下你对转型正义的看法吗 你说你觉得转型正义是什么 有人有志愿想要聊一聊吗 你觉得转型正义是什么 这里还可以放一下 有听讲吗 没有 好 没关系 实际上没关系我们就不要浪费 那基本上呢 这一个PPT其实应该要从最前面 这是我在其他地方宣讲的时候会使用的 那个大概 我们这次办中部共生影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轴 其实也是环绕着转型正义价值观的讨论 那事实上 中部共生影是第二届 第二届 那是今年的第二次 因为上一届是2015年的1月 那个年底要继续报 我们等于是提前办 提前办原因就是因为选举要到 那个选举大家都回家了 那会很忙 那大概没有时间办 那所以我们就提前 那我们一直有提到说 中部共生情形组织 其实是一个很强调转型正义 社会就是推广的一个组织 那事实上 我们在做的很多东西 离转型正义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其实这样子宣称是蛮危险的 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子宣称是因为我们做了许多 这样子的概念 转型正义概念的一个推广 那本来通常我都会先介绍228 因为我所知道的那个228的认识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可能是很不弱的 那我昨天特别提到说 我大概就 时间外就大概就跳舞讲几件事 比如说像昨天我们特别提到 我说228绝对不是一个族群的问题 它为什么不是一个族群的问题 它不是 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省级情结的问题 这个讲这个说法就是对历史的无知 才会有这种概念 就是对省级情结的无知 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昨天我特别提到就是 公刊的很好向你讲的 其实各位知道吗 1947年来的外省人 跟1949年的外省人 是不是同一批外省人 绝对不是同一批 而且基本上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也很少有继承关系 有一些1949年的外省人来台湾 他们其实是蛮可怜的 尤其是我都特别喜欢举大臣岛 因为他们对蒋介石最始终 我就访问过大臣岛的移民 他们胸前是 纹身是纹国民党的党旗 然后加上中华民国国旗 就纹在胸前这样 然后他们都很骁勇善战 而且他们对蒋介石非常的始终 他们是最后一批来台湾的外省人 可是他们来台湾之后 该分配的眷村啊 什么都已经分配完了 所以很多大臣岛移民 其实过得很辛苦 各位知道有人在拜蒋公同校吗? 拜蒋公 像高雄集经就有 其实不要以为高雄有 台中也有 彰化也有 彰化也有 三间 我又带过日本的人类学者 叫山伟玉子 他要做台湾的战争鬼神祭祀 我们就去采访过很多日本人 在台湾变成神明的 然后也有很多 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 变成神体的案例 其中一个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很多人在拜 非常多拜蒋介石的都是大臣岛移民 你们知道吗? 而且他们是有点跟那个 有去中国大陆过的 这里有人去过中国吗? 你们都有去过吗? 你们去那里有没有发现他们民宅 那个民宅的政厅上方 都会有放一个毛主席的那个照片 然后他们的那个大臣小巷都会卖 有没有?大臣岛移民的家 我去过就是很多就是上面就是挂甲介石 那个感觉非常的近 那可是像大臣岛的移民 在1949年来台之后 他们很多是1950 那他们来台之后 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 那个你知道吗? 像树澳的那个大臣岛移民 六坪大、七坪大的空间 里面要住10个人 一个分配一个房间住10个人 那很多他们很多移民是捕鱼 大臣岛都是捕鱼 可是来台湾之后 他又没有那个技术 又没有那个台湾捕鱼的技术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工作的 所以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那所以我常常就提醒人家就是说 不要把228减化成省级情节 这个理由很简单 就是这两批是不同的人 那怎么样怎么不同? 这个要从1947年来台的这些人说起 其实过去常常会有人说 228事件就是一个新种丢服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1945年来台湾的这些人 他们早就在福州 陈寅他们早就在福州设了一个什么 叫做台湾什么行政 我每次那个名字都记不起来 就是设一个特训班 那个特训班是什么? 就是要来台湾管理 就是接收台湾统治 就是来台湾统治的一群人 那特训班来台湾统治 这个是一个很调文的事情 因为我们讲在 在1945年的那个当下 其实是只有接收日本 接收日本同享的 可是他们又同时 有计划性的在进行 接收台湾的一切的这个 就是这个机关 各个机关管理的一个工作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整个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成为新的总部府 我们好不容易推理日本子民 可是新的总部府诞生 那行政长官公署 整个行政长官公署的 组的秘书职位以上 就只有一个副部长是本省人 也就是说高阶的统治者 通通都是当时1945年重做 来台湾的接收人员 接收官员 那个当时的本省的检任 检任就是比较 待遇比较不好的 那个检任的更差 所以你看这个比例只有5% 再全部的 这比例只有18%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副部长是谁 就送匪如 是唯一一个教育处的副部长 送匪如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 比较高阶的官位 其实是被垄断 那另外就是 这样子会有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来看数据 就立刻可以比较出来 1945年12月26号 开始成立各级民意机关的方案 各位知道吗 我们现在要选举 我都鼓励年轻人参政 可是我自己对政治 对那个选举也没兴趣 但是你知道吗 你现在在台湾 要选议员 选立委 选里长 你的命中率比你中热透还要高 所以建议各位要致富的方式 不是去买热透 是产政 选里长 命中率都还比买热透 重头奖还要高 那我们来看 1945年的时候 他们的这个 产政热潮 台湾人的产政热潮 可是有多少人出来选 481个人登记参选 我们现在一个地方要选私议员 有这么高吗 那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没有 不好意思 你现在 现在我们很多 那个议员 议员选举有可能十几个人 选六七个 命中率太高的 那个五成以上的命中率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481个人登记参选 然后才选四个人 才中四个人 所以你就发现 这样子的热情跟期待 就是很多人想要投入 投入社会服务 投入政治服务 可是当时的穷位壟断 却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很多的台湾人 其实是对当时的接收官员 当时的国民政府 是很失望透明的 所以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228事件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官笔迷范 它就是318 你用318的形式来想 228其实就是完全如此 只是说318没有演变成 街头暴动 或者是街头的抗争 324那一天 只有开水测 没有开枪而已 如果开枪的话 新的228是诞生的 所以事实上 歷史是不遥远的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 从大复册的 228的关键当然就是 227发生茶气实验事件 陆伤市民之后 228当天因为行政展方公署 开枪 就是对着示威权共开枪 如果他没有开枪 就没这件事了 说实话 如果没开枪 我觉得完全没事情 所以这个重点就是开枪 为什么会讲开枪那么重要 这个中间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 我就不谈了 尤其是贪污或者是说统治经济 在整个战后初期的统治经济 只有两个东西是被放入法条的 我记得一个是度量的 又一个不知道是岩还是糖 可是当时的统治经济的实际操作 是上面列的这几个项目 通通都被管制的 法令明明就只有管制两项 但是它实际上却实行这么多项 所以这个文化世界就不谈了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228很多家属 228社会的家属都会讲这些事情 就是228世界绝对不是临江麦世界 如果你的对228世界理解 阿庭就在临江麦世界那里太幼稚了 因为整个1947年228世界发生之前 全台湾有太多灵星事件了 包括我自己举的例子 像园林事件让我们彰化这里 差一点就演变成报告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像布袋事件 新银事件 南松山机场 南松山事件 那个市银的公车罢工 所以零星事件太多 那关键就是什么 关键就是临江麦事件 228当天开枪了 那开枪之后 就非常多人开始占领广播电台 跟全台放送 所以像台中这一边才会在228当天 听到广播 然后他们在3月1号开会 然后应传单 3月2号才会爆发那个散热事件 在台中戏院那一边 都开市民大会 所以整个228的概念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关键民返 就我的理解是必须要这样的时候 来思考 由不然你一天到晚在想神集情节 我觉得那个都太 太迂腐了 对历史不熟的人才会这样子说 所以事实上它是一个官跟民之间 因为那一些外省人 就是1947年 228事件爆发的那些外省人 他们是从1945年就开始累积德政 就是非常的苦民所苦 一直到1947年 民众受不了了才爆发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官方 官方的位阶跟民众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外省跟本省之间的问题 所以我都常用这一点批判 那个悲情城市 后面大概就几个人 这个我都不谈 228事件最可怕的事情是这样子 比如说像林年中 从台中上去磋商 希望和平改革和平处理这件事 可是林年中就跟林明翰 对 滴水汗 因为那个 牛尼网的故事 一起被带走 被带走之后 他的家属在民国76年的时候 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就是跟他要他的林年中的资料 那个警备总司令部还在那边告诉人家说 我们没有派人抓这个人 他回复的电文是这样子 说我们没有派人去抓这个人 那人民命就是被你带走的 所以28事件就跟白色恐怖 其实是两件事 你知道吗 28事件是1947年 那白色恐怖是1949年 那跟白色恐怖又不一样 白色恐怖有很多都是被抓走 然后审判 征训审判 然后不当的征训审判 然后才把他丢入狱 比如说像绿岛 我们都知道绿岛很多人 其实是经过不正当的审判 军阀审判 军阀处置 所以228有比较麻烦的就是 他很多都是莫名其妙被带走 然后被带走之后又没有下文 那比较惨的案例 我觉得也很值得举的就是陈兴 那个陈兴大中信托在日本时代 就是为了要协助台湾文化协会 就是协助台湾民主运动 跟民主运动的一个机构 因为他们觉得需要台湾人的钱 就存在台湾人自己的银行 所以他组织大中信托之后 他就开始经营 经营的非常好耶 就是陈兴在228事件被带走之后 没多久他自己把自己的土地卖掉 你们相信一个消失的人 消失在地表上的人 自己卖自己的土地 那到现在101大楼还有七成的土地 是陈兴家族的 现在还能处理 那这个怎么办 所以转型正义就是处理这件事情 很简单 转型正义就在处理 那你101要跟他还我土地 好 那还我土地要怎么还 或者是他是怎么还 那个我们总不能叫101 现在整个拆掉了 那个土地是我的 你上面的东西拆掉 你土地还我 不可能 那到底要怎么处理 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所以 这个就不谈了 所以简单一点讲 就是说 其实谈转型正义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你可不可以不支持转型正义 可以 你可以不要支持转型正义 那你不支持转型正义 你有几种走向 比如说 你就继续支持那个独裁 支持独裁政府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支持这个独裁形式 台湾不要走入民主形式 那我们就继续 是一个独裁 独裁政权的国家 专制的国家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第二个 很多 很多 那个从独裁政权 转移到民主化国家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是选择什么 暴富式的正义 就是以眼还眼 你把我穿多少钱 你拿到多少钱 你杀了我一条命 你就要赔一屁 可是你希望暴富式的正义吗 你希望暴富 暴富过去的这些人吗 那台湾的 有人说台湾的转型正义 还没有开始 确实是还没有开始 我等一下举一些案例 其实转型正义是一个 比较温和的方式 既然讲到转型 它其实就是一个温和 温和的方式 那简单的讲 其实是非常多 第三个民主化运动以来的 非常多国家 民主国家 它通通都面临到一件事情 就是它是从威权无裁政权 转移到民主国家的过程 所以像待会下午的时候 那个西班牙的专家 那个黄建隆老师 他其实更大的专场是在文化资产 我们有个 这蛮有意思的 我更大的专场是在民主 然后他是在文化资产 他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知道零百货吗 台湾的零百货 那个就是他规划设计的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他会来跟大家谈 西班牙的转型争议怎么进行 我这边大概就是给大家一个 基础的概念 跟台湾现在的问题 其实台湾的状况就是 你会发现 第三个民主化的国家 通通都有处理转型争议 可是台湾好像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要处理转型争议 事实上是 转型争议是处理过去 这种大量的这种人权侵害 或者是说不当的侵害 独裁威权时代有不好的 这种侵犯 那我们要想办法 把这样子的劣根性 这个是 如果你是在民主国家看 威权就是劣根性 当然你如果是在极权国家 像我一些中国的朋友 都会说 我们中国极权好 中国人要能管的 不能民主的 中国人民主的话 就没有无法无天的 所以像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如此 反正那是中国不当我的事 但是台湾 我们既然已经走向民主了 所以其实是必须要来思考 我们到底要一个 什么样的民主国家 那我们的民主国家 要怎么样子的健全 所以其实转型正义 是一个拱惑民主的方式 简单一点讲 它是拱惑民主的方式 因为你会有很多价值观的事情 你会有很多东西还没出力 那可能事实上 转型正义也不是只有价值观 在很多国家 它是会经过审判、惹数、复原 那到底转型正义 什么是我们现在真的转型正义了吗 所以我常会举这些例子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都以为台湾已经转型了 对不对 就是民主转型了 现在是2015年 台湾真正民主化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2015年 你们觉得台湾民主化是什么时候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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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参计、没有做什么 什么都没有 第一任总统执选 第一任总统执选 第一任总统执选是什么时候 1996年 1996年 那再更 还有没有更早的答案 就是之前我每次问 因为你们都比较有意思 但是我之前每次问 都会有人说1987年 就是解研 可是事实上解研的时候 台湾真的迈入民主了吗 很抱歉 通常历史学界不会立刻 就把解研当作是民主化的表征 有一些人会把台湾民主化表征 是设定在1992 是什么事情 就是刑法100条被除了 就是没有内 那个什么 忧患 什么 内 内忧患患罪 内忧患患罪 就是你不会 你不会因为你的思想跟政府不一样 然后就被抓去刑柄 或被抓去关 就是内忧患罪 刑法100条废止 有一些人会以1992年来当标的 那更多人使用的方式就是1996年 那个总统民选 所以我常常在讲 如果我们真的要仔细思考 主行政议 有一个人一定要检讨 就是李登辉 那绝对不能不检讨他 因为基本上李登辉是末代威权总统 可是他是第一任民选总统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台湾转型正义如果做不好 很抱歉 一定是李登辉害的 100%是他 因为基本上台湾的转型 台湾的民主化过程 并不是一个推翻 或者是就是大转型所获得的 不是透过革命获得的 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 他们的民主化通通都是因为他们怎样 革命推翻威权政权 可是台湾是怎么样子 台湾是我们的独裁政权 我们的独裁政府玩不下去了 在1996年那个时候 已经玩不下去了 独裁手段已经玩不下去了 所以他只好怎样 他们太虚弱了 他太耗磨了 然后民间势力又很庞大 1996年整个民间势力 绅士非常的旺盛 在座年纪够大的 应该都知道1996年 很多事情都 1990年代非常多事情都很好处理 像我们今天下午在楼下的纪念碑 我看到郑正玉教授的纪念碑 你看1997年都有办法干嘛 都有办法直接推动认识台湾的课程 那个时候有办法推动相关 1992年都有办法推动这个课程 等于是慢慢的在颠覆这个政府的架构 那个结构了 所以事实上台湾的民主化 其实是我们的独裁政权还不下去了 所以他想办法就用一个新的模式 叫做民主 然后来玩这一套模式 所以台湾急需要什么 急需要转型正义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非常多 为什么常常我们会常常说 现在有非常多的移序 都是因为我们转型正义做得不够好 就是我们没有处理一些 转型正义该处理的事情 那我们先来看我们这些东西没有够好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有人说 那些人是说民主化的 就有罪不罚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很严重 各位讲那么久的228跟凡射恐怖 各位有知道加害者是谁吗 不知道 你永远都不知道 到底是谁迫害这些人 到底是谁对这些人做了什么事 我常常讲德国的案例就是 扫射柏林围墙的人 扫射柏林围墙的警察 通通都是被审判的耶 那个警察就说 那个我们只是领人家薪水 当然要开枪 不开枪怎么办 因为法官说 可是你是人 你有个人自由意志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不要直接打中他的身体 不要让他死掉 你可以选择苗歪 什么之类的 所以很多当时的这个威权体制下的 这些执行者、执法者 事实上他是被审判的 我也知道过去有非常多的案例是 比如说他是执行这个 威权、政权的执法者或执行者 他其实是终身不能当法官的 或者是终身不能继续执法的 就是在转型之后 民主化之后 他是必须要被设定的 因为这些人的价值观很难翻转 甚至是他必须要为他过去做的 这个暴行 来做一个补偿 跟民意弥补的动作 所以除了这个之外 比如说像我们 像高级外省人 这个就是我们假如正义没有处理好 常常会有这个概念 觉得特定族群 通通特定族群都会成为某一些政党 或某一些政权的代罪羔羊 就是好像外省人就一定是 一定要怎样 可是没有 我认识非常多外省人 都支持台湾独立 像那个 而且像等一下我们都看了影片 那个很远迷的外省拍 我一见导演拍 另外还有比如说像党产 跟党产的问题最严重 就是党产没有轻 那个独裁界的时期 那个超有钱 全世界最有名的政党在台湾 就是最有钱的政党 公共党 那党政无敌 拿一张党政出来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因为那个整个司法系统是没有被翻转的 就是司法系统都被翻转 你就很难去做什么样子的改革和推动 那甚至是比如说 像最近各位知道有一个新闻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很多人都忽略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解决自己 猎人文化 布农族能不能带枪 可不可以 原住民族可不可以带枪打猎 可以吗 可以 你们支持可以 对不对 那为什么法令不行 很抱歉 因为那个法 是独裁界限时期设定的 为什么他不让他带枪 很简单 而且那个法令很好笑 他那个是要那个 那个什么 自制的是不是 简单的不行 自己做的可以 那个刚刚登记过的 所以这个通通都是独裁界限时期 这个给你带枪 你是要判断吗 所以这个通通都跟 那个民主化过程 很多细节没有处理好有关 所以甚至包括家庭伦理 军臣父子关系 所以我都常常讲 你如果支持多云成江 你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要打倒国民党 因为那个台湾有 台湾有非常长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都在谈中华文化的家庭福利关 可是你知道吗 台湾的台湾组是接受 那个男男女女的 台湾组接受男男婚姻 女女婚姻的 就是说 这个我们穿 台湾组算是我们原住民族吧 够台湾了吧 够本土了吧 所以这个我常讲这个政权 其实我们在思考政权的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法治 或者是说只有那个 他做的什么制度里头的问题 但还有很多很大的文化价值观 是需要转型 这个文化价值观 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所以他就很强调中华文化 可是他就忽略掉一个著名的独特性 忽略掉这个在台湾汉人 跟在中国的汉人是有很大不同的独特性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文化价值观 其实也都是转型正义非常重要的一款 另外还有比如说到现在我们还会有人 觉得公务人员至上 对不对 什么 一定要考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最优秀 所以我常常骂全台湾很多文化局 全台湾最有文化的都在各縣市文化局 其他 只要你不是在各縣市文化局工作 你都是最美文化的人 这个有点反凤 甚至包括首都的设立 还有警察的论组工会 还有农渔会的问题 甚至包含城乡差距的设定 城乡差距的设定 跟威权统治政权有没有关系 有 我们高雄很可怜 为什么高雄一定是工业制度 高雄本来是海洋制度 你们在日本统治时期 全台湾是可以坐轮船 那个环岛的 你们知道吗 出发点在哪里 在高雄 过去是可以从高雄 坐环岛的游轮 环岛 环岛 现在台湾可以吗 不好意思不行 你们常看 我们的新游轮 那个都要先搬出境了 你那个台湾现在你要 你除非你是渔民 不然你是没有办法 那个随便出海的 你要登记 你要申请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这个都是独裁戒严时期的想法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海岛国家 可是我们来统治的人是内部 是大陆 他们是大陆思考 所以他们很多政策 都是大陆的政策 那个大陆的政策 他并没有思考到海岛的特殊性 所以这种连层相差去 基本上 说我们高雄要怎么发展 应该是要按照 我们高雄的地理论性的特殊性 来思考 那直接就把工厂丢进来 那绝对是有问题的 你看日本人在我们那边 设一个阿玛仙物 就是弄一个非常好的港口 你就知道日本人的发展是什么 小法是什么 那所以这样这种 这种转型正义的概念 其实都是要反转 就是转型正义的一管 那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反殖民 就是抵殖民 后殖民时期要思考的问题 那 转型正义呢 错语不讲 那简单讲 国际 最后来总结 就是国际的这个转型正义中心 ICT正义 各位可以稍微查一下 国际转型正义中心 他定义的转型正义的要素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四大点 一定要什么 第一个就是刑事控诉 就是你要审判 第二件事情是要有赔偿 第三件事情是制度改革 第四件事情是真相调查委员会 这是ICT这一个四大特点 要求这四大特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做的这些事情没有 第一件事情 起诉嫁害者有没有 很抱歉 没有 228事件 0 没有任何人 因为他执行的当时的暴政 而被判刑 没有 凡 凡 白色恐怖有没有 也没有 不当审判 不当凝虐 有没有人被判刑 0 更可怕的是什么 我们非常多的加害者 施暴者 就是淋虐人家的 就是 不管他是有 他是 他是一个脑袋空洞 只会执行上级命令的人 还是他是一个刻意去淋虐别人的人 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审判 目前台湾的状况是如此 可是在国外就有很多人是会被 纠据出来的 纠据出来 好 再来就是赔偿 那他赔偿是做最好的 那个 因为我们 我们的228事件跟白色恐怖事件 相对的都比国际都很小 所以这个 很多人都会拿这个来讲话 比如像 像李瑶就一天到晚说 我们那个228 白色恐怖死几个人 那都是小K10 当然也是小K10 就国外死更多 但是问题就是死一个死两个都是人 那我们做最好的其实是赔偿 那个早期叫补偿 后来才改叫赔偿 你们知道 我们现在赔偿金总共花多少钱 花了271亿 花在228事件上面花了72亿 花在白色恐怖上面花了199亿 这个钱哪里来 纳税人的钱 你们莫名其妙 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长辈 或者是你自己 你们被拿到一堆钱 花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是没有人告诉你说 我拿这笔钱去要干嘛 我拿这笔钱去 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 没有人告诉你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什么观念 就是 但是我给你们家的两个事 你也没有钱带你了 给你補充一下 那就算了 你那个出称后的时候 那个对方都没有来看你 都不理你 然后直到你一句话说 不然你收你了 你看到多少钱我给你帮 那你会很爽吗 不会吗 你那个 那个人的态度如果是这样子 我 你买的方便 我 你车收你 担他 出完了 他就算了 是这样子吗 那事实上 那个 199亿也不够 1017层的土地 所以 这个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议题 到底要怎么赔 赔不赔得完 所以转型正义 必须要思考赔偿这件事情 是不是 他的赔偿方式是什么 这个都是很细微的讨论 我们有 我们真的有可能赔得完吗 那个全民要 为了当时的暴政 然后 把那个 101的土地还他吗 那或者是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 来思考这个东西 那个 透过什么手段 才有办法 算是赔偿 加持 赔偿论 所以 所以 象征性的赔偿 我们是蛮多的 比如说 我们的纪念馆很多 然后纪念日 这个通通是民间 从过去到现在 台湾的转型正义 官方事实上是没有 没有执行任何实际的力量 像那个 大地文教基金会这里 就是一个民间的 转型正义的工程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中部共生七年组合 会特别来这个地方 跟那个大地文教基金会合作 或者这个应对 因为 它本身就是一个 转型正义的一个据点 那待会可以再聊一下 好 那制度性的改革 我们做了什么 台湾在制度性改革上面 我们先讲 什么叫制度性改革 就是对过去这种执行 迫害人权的机构进行拆解 避免暴行再故发生 那也避免有什么事情是没有被 责罚的话 就是制度的这个 这个制度或者是这个单位 变成是一个保护犯人的单位 这个是最可怕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来体检一下 威权时期的情治机关 比如说像谷安局调查局 因为现在这个都还在 那县兵跟警察里面的调查单位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情治单位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我们在里面同作 但是后面这几个都可以讨论 比如说 国民党过去曾经有一个是 第二组跟第六组 这个叫中二组跟中六组 这个很有名 这个在他们抗战时期就是 特务的训练所 这个都是直通国安局的 直通国家的特务机构 这个像中二组、中六组 现在改名字叫做 国民党政策会大户事务部 以前是检军匪谍的单位 现在变成通匪的单位 也还不错 就是资产有转型的 而且转的蛮厉害的 这个立场完全变了 在古代叫支匪 通匪 另外警备总部 其实在1992年的时候 有改调 那个海巡署 如果这里有抽到海军 应该会常常遇到 另外还有一些单位 比如说你现在等二次 等二次是第二办公室 或者是教官室 教官室 大概还没退出 那等二次的话 都应该那个时候取消了 那教官室就一直都没有处理 一直都没有处理 另外还有比如说像 真相调查委员会 这个我们也还没有设立 这个在国外其实是很常见的 为什么需要真相调查委员会 各位思考一下 为什么需要真相调查委员会 为什么 我们面对转型正义的时候 为什么需要真相调查委员会 有会讲不讲话 还有勒 其实很简单 我们有很多事情 是根本就不知道的 到底是谁害了张欺兰 没有人知道 等一下我们的影片会知道 那真相调查委员会 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把真相找出来 有真相才能够和解 你要知道是谁害了谁 你总不能把所有的错误 都推到蒋介石身上吧 所以我们都知道 他是最后的元凶 因为所有的死刑令 都是他牵住的 就是要死刑一定是他牵住的 有时候人家本来只是 一个人判了几年 他就把他改成死刑 所以我们都知道 他是最后的凶手 可是你不能 你不能让蒋介石 一个人承担这所有的责任吧 里面有太多是 里面有太多是那种 有可能是刻意的 或者是说利益勾结 那个为了取得什么相关的利益 然后来做这件事情 诬陷别人 你要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要办法才能够解 你不能用一个敷衍的态度 全部都是蒋介石承担吗 如果全部都是蒋介石承担 那跟什么状况一样 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各位有一个印象吗 那个有一个 有一场车祸 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立刻打电话叫妈妈来 妈妈去开车 然后那个小孩子呢 不见了 那个被撞的人呢 一开始看到车子里面是男的 怎么突然变成是女的 那个车子是妈妈买给儿子的 然后那个让儿子开车的 结果最后出来承担罪行的 还是妈妈 你不能所有的 那个二二八百四恐怖里面 所有的事情 都是蒋介石承担的 所以这个到底真相如何 必须要进入调查才会清楚 所以中复共生 其实一直在思考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我们在转集正义当中 怎么样子来重新阅读 然后参与实践的过程当中 用比较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 我们也不是要诉求就是 暴富式的民主 也不是诉求这个很 当然要清算 但是那个所谓的清算 应该把它看成是清零 要重新认识跟重新了解 必须要了解真相 你才有办法做下一步的和解 所以希望在追求真相 跟认识跟体验的过程当中 全身和解这件事 这个就是中复共生最核心的意义 那 刚才有特别提到那个 很多 很多加害者是没有出现的 所以 现在就放一个有加害者的影片给各位看 可以清醒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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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影片有点有趣 你会发现它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起伏 但是 如果你有投入里面在看的话 你会发现还蛮刺激的 因为 目前这部纪录片是全台湾唯一一部 讨论特务的影片 找不到第二部了 是 特殊特务 那为什么他有办法找到这个 方廷淮这个特务 因为 所以 张家的人 就是这个方廷淮在张七郎他们家 太频繁出路了 所以张七郎 他们父子被带走的时候 就有人看到这个特务 出现在那个 他们被带走的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对他印象很深刻 那 他们后来找到他的照片 才拿回去给阿嬷看 才确认说 就是这些点点来 我们家吃饭的那些人 所以透过各种蛛丝马鸡这样子串 才串出这样子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 事实上 那个 红录剑导演在里面 也没有告诉你说 他真的就是 做了什么事情 事实上 他是透过一些资料 跟数据来告诉你 这个人蛮奇怪的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刚才有提到那个红录剑导演 这是他自己讲的 他说 他的这个爸妈 他当时都是 也是 也是在那个 帮国民党工作 也是都在重要的机关里面 那他爸爸的薪水 一个月 160块 可是刚才在影片里面看那个 160块已经是非常高的 可是在影片里面看到这个方天怀 他最后的薪水多少钱 390块 在花莲高中 390块 一个教师 所以是一个政治机关里面的 一般的这个政治机关里面的人员 公务人员的薪水三倍 160块的三倍 所以390块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 到底邦天怀这个人 他做的哪些事情 在那个中间做的哪些事情 可以让他的薪水这样子一直涨 涨到别人的三倍 而且 比一般的那个教育员都还要高出非常多 那这是一个谜 可是 刚才我 一开始我特别提到的转型正义 其实我们很强调 一件事情就是了解真相 那 现在台湾的228或白色恐怖最大的问题 就是 这些 过去是这个独裁政权体制里面的加害者 他们大部分都是躲起来的 就是 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承担 那 据说 就是像侯文健导演他们在推测 有很多人其实是被干掉的 就是 尤其是228事件之后 接连下来的白色恐怖事件 他只要用各种方式 比如说扣上 你是一个匪谍的帽子 然后就把你带走 那 会不会 那些被带走的人 里面有非常大量的人 其实是 228时期的特务 这是有可能的 那 所以 常有人说 那个讲到白色恐怖 如果讲到 那个228 就讲到省级情节 那真的很无知 因为那个 白色恐怖跟228事件 死很多 全部都是外省人 非常多 外省人是被 那个 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独裁政权的手段 然后利用这样子的机会 趁机去清算 就是把这个人解决掉 那个 可能为了利益 可能为了什么 那像这个张七朗的故事 很可能就是为了他们庞大的土地 就是 在凤林的庞大的土地 那 所以 这个是一个超脱族群的问题 那 事实上它 是一个超脱各种 我觉得是超脱非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 所以每次假如转型正义 你们知道洪秀柱前阵子 闭关不是吗 洪秀柱的那个 其中一个发言人 就是我学弟 他就 那个 那个 洪秀柱闭关出来之后 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说他要在台湾推动转型正义 然后呢 那个 宋楚怡也说要推动转型正义 那个 那个 昨天有听说是今天副总统辩论是 是这样子吗 下礼拜 下礼拜 不知道会不会谈到这个话题 但是 那个像陈建人 他也提到要转型正义 所以 到底 转型正义到底要做什么 我觉得 最重要的真的是 真相调查委员会要设立 就是我们现在连一个官方的 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都没有 你知道吗 那个 像那个方庭怀这个案例 如果不是张家的人 常看到方庭怀这个人 根本就不知道客户是谁 根本就不知道 黑手是谁 那你要再找出有下一个这个案例 坦白说也很难 那个 根本就找不到 所以 真相很重要 如果 如果真相愿意公开 那当然是 当然是对整个社会 或者是对整个台湾社会的 持续稳定发展 是 才是真正有帮助的 你知道现在国家档案局 你去申请那个受难者的那个档案 他会用那个各支法的理由 然后在上面涂一堆立可白 那个立可带 涂一堆也有什么用的 可是他到底涂叫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 这个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待这件事 那 如果跟他说 那我们家属自己去 比如说 那个受难者是我的阿公好了 那我去申请他档案 你也要把我阿公的资料除掉吗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是 有一些这种转性空间 我觉得是需要思考的 那个 我们现在还很 我们现在 坦白说的 我们现在还很多 都在短期正义这件事情上面 那我们对这个 法治国家的制度的改革 也还不清楚 我不知道 那个 我 宁可相信没有 就是法院里面 到底有多少 是戒严时期的 这个 这个 那个执行者 他们是 不太 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 作为是不太正确 没有 自我反省 或者是没有自己 意识到过去的事情 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们才会有 经常有这种 我们说 那个 那些欢迎就是国民董鬼的 所以这个 国家如果不做这件事情 我们的制度不改革 国家不做这件事情 当然民间就会有各种 声让 或者是各种不同的反应 所以像 你看像我们 那个 我们没有去整肃那个 威权象征 我们没有去 重新调整威权象征 所以那个 才会像去年 今年 今年年初才会有什么 装置艺术奖 对不对 各位有参加装置艺术奖吗 谢谢大家